我們一齊去看《使徒行轉》 十六至三十四節 後來我們往那討告的地方去時 有一個被占卜的靈附身的使女迎面走來 她使用法術使她的主人們發了大財 她跟隨保羅和我們 喊著說 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 對你們全講救人的道路 她一年好幾天這樣喊叫 保羅就心中厭煩 轉身對那靈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命 吩咐你從她身上出來 那靈立刻出來了 事女的主人們見法財的指望沒有了 就抽住保羅和西拉 拉她們到市上去見官 又帶她們到行政官長們面前說 這隻騷擾我們成的 她們是猶太人 竟全部我們羅馬人所不可接受 不可遵守的規矩 群眾就一起起來攻擊她們 官長們吩咐撕開她們的衣裳 用棍子去打 打了許多棍 就把她們下到監裏 祝負獄警 嚴謹看守 獄警領了這樣的命令 就把她們下到內監 兩腳伸在這個木下上面 若在半夜 保羅和西拉正在討告 唱詩讚美神 眾囚犯也則以慶著的時候 忽然地大震動 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 家門立刻傳開 眾囚犯的鎖鏈也都戒開了 獄警一醒 看見家門傳開 以為囚犯已經逃走 就拔刀要自殺 保羅大聲呼叫 不要傷害自己 我們都在正裡 獄警叫人拿登來 就衝進去戰戰兢兢地 俯伏在保羅和西拉的面前 然後獄警領他們出來說 二位先生 我必須做什麼才可以得救 他們說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們就把主的道 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 當夜就在那個時候 獄警把他們帶去 洗他們的傷 他和他所有的家人 立刻都受了浸 於是獄警領他們 上自己的家裡去 給他們擺上飯 他和全家的人 因為信 信了神 就滿心的喜樂 我同心討告 親愛主 多謝真光來到我們的當中 著實真是二馬來利 求你恩代我們成真家 我們這一家人 我們對你有經歷 跟你有親密的關係 我們相信你 我們就一同地去歡喜快樂 主啊 我們讓望你 我們愛你 如今我們要聽你的話 求你向我們說話 給我們眾兄弟姊妹 都能夠有好的耳朵聽得見 就一同地相信 就一同地去快樂 我們的祈禱 是奉主耶穌基督命之求 阿門 各位提阿菲羅大人 神的朋友 神所愛的 你們知不知道 初期教會 是一間怎樣的教會 初期的教會 是一間被聖靈充滿的教會 在五旬節那天 就是教會弟兄姊妹們 就在樓房被聖靈充滿 後來被聖靈充滿 他們能夠說出別國的語言 他們被呼喚 去離開安全的樓房 跑到危險的街道 是要說出神的作為 傳讓耶穌基督的福音 他們都有勇氣 沒有怕到 因為聖靈是神的光河 提供給他們能夠有見證的力量 總括來說 初期的教會 是一間蒙福的教會 這間蒙福的教會的開始 就在一間樓房裡面的祈禱 他們都被聖靈充滿 接著我們看見聖靈的工作 在使徒在執事 在斯提反的身上彰顯出他的大能大力 接著在使徒行轉的十六章 他們看見聖靈是引領 寶羅給寶羅議將 寶羅和提摩泰一起 就是要去佛女家 去加拉太 本來打算去阿世亞的 以忽所去傳福音 那個是一個繁榮的地方 交通方便 所以是一個傳福音的好的地方 但是聖靈禁止他們去阿世亞 接著寶羅就說 不如去比推離 但是耶穌的靈又不准 他們就越過梅西亞 就去到特羅雅 在特羅雅晚上 在寶羅那裡就見到一個義仗 有一個馬其頓人起來 就黑求寶羅說 請你過來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寶羅就將這個義仗 跟西拉提摩泰和老家分享 他們的結論就說 神呼召我們傳福音 給那裡的人去聽 寶羅就看見這個義仗之後 他就去到這個的肥納比 肥納比是羅馬的殖民地 是特別排斥外邊的人的 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 都不是有很多猶太人 在肥納比 寶羅和這個西拉 就去到這個安斯日 去到河邊去祈禱 就遇見一幫的婦女當中 就有一位叫女底亞 是一個商人 是推亞推拉人 是賣紫色的布匹的 她是聽了寶羅教導的說話 於是就跟家人一同真真正正的相信主和守針 接著寶羅和西拉遇到一位被占卜的靈所附身的婦女 這個婦女能夠算命的能夠知道將來是為她的主人賺了很多的錢 她就跟著寶羅和西拉遇到大聲的高夫就說 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博人 對你們全港救人的道路 雖然她是有超自然的能力 能夠知道寶羅她是所做的 是聖功 是她有神聖的任務 但是雖然她這樣去宣告 是可以肯定寶羅的聖功 但是寶羅都覺得是厭凡 他厭凡那個靈 所以她轉身對那個靈就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 吩咐你從她的身上出來 寶羅將鬼說出去 使得市女得到靈魂的自由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為著市女得到自由而喜樂的 市女的自由是叫主人 市女的主人是蒙受很嚴重的經濟的損失 這個主人 他們的主人是那幫人是不高興的 不想市女得到自由的 所以市女的主人們就抽著寶羅和西拉 拉到他們去到這個市集上面 去見官 市女的主人們的做法是很迂迴的 他們沒有直接這樣說 因為我們蒙受經濟損失 所以我們是不高興 他們的理由就是說 這個寶羅西拉這些人 是猶太人 竟然宣佈我們羅馬人 不可接受不可遵守的規矩 他們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需要一個有別於我們羅馬帝國的習俗 和商業本理的非法的宗教 很明顯他的做法就是想使到法官那些官長能夠站在我們羅馬人這一邊 地方官長當然同意 於是保羅和西拉被拉到市場上 被撕開他們的衣服被棍去打 在沒有經過審訊底下就下在監牢裡面 那些人不知道保羅和西拉都是羅馬人 故事仍然繼續的 保羅和西拉被關在最裡面最隱蔽的監牢 他們的腳是鎖在木架的上面 那裡是徹底的黑暗空氣 是骯髒 是臭 是一種恐懼的氣氛 保羅和西拉的眼睛看不見到任何的東西 是被這個木架去束縛住 是不能夠動身的 他只是能夠坐在那裡坐定定 要是躺在那裡 所以很容易抽筋的 但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怪不得他們在半夜是睡不到的 所以他們半夜醒來 大約在半夜 保羅和西拉就向神大聲的祈禱 和唱讚美的詩歌 其他的囚犯都在質疑 喊好細聽他們的說話和他們的歌聲 你們有沒有好奇 究竟保羅和西拉唱什麼歌呢 為什麼他們會唱歌 為什麼他們還會有力 有心情去唱歌呢 其實保羅和西拉是蒙受很大的委屈 面對很多的痛楚、痛苦 他們只能夠學習老前輩一種面對痛苦的方式 去面對他們在那裡唱歌 在那裡祈禱 或者他們唱的歌是詩篇的歌 因為詩篇就是人在絕望的深處所寫成的詩 詩篇能夠幫助他們定精於永恆 知道永恆不會被周圍的黑暗去籠罩的 當人沒有辦法說出心靈的說話的時候 詩篇是會幫他們去講說話 當我們看到保羅和西拉這樣反應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 你現在或者在過往 是不是曾經被打擊過 是不是在黑暗的當中 曾經和現在是被惡待 蒙受很多的委屈 你會怎樣 你在想著去報復 你在想著我只好委屈於在一個自憐的狀態下 你說我承認這個是永久的痛苦 你說你試圖去脫離這種的困壓 你是不是因為這些的不幸 你繼續在這裏痛苦 如果是的話 西拉和保羅 他們的做法是你生命的藥方 他們做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他們是很積極的去唱歌和祈禱 唱歌和祈禱是能夠養到神的真理 影響我們的生命 是消除我們的生命的刺痛 詩歌能夠幫助神的真理進入我們心的裏面 音樂是心靈的語言 是能夠加速神的真理進入我們的心靈的裏面 浸信會的牧師 Robert Lowry 是寫了一首的詩歌 名為我怎能停止歌唱 在首詩歌是講到人怎樣去面對這個風暴 神明之歌 永不知死 潮越世間地悲傷 情見遠方 未妙事故 正在為身身歡呼 當我堅僅以靠盼石 再深深吹達平靜 人天父相低就是愛 我怎能停止歌唱 我想寶羅和西拉都是會這樣唱 Ben Weir 他是一位牧師 他在1980年年代 在黎巴嫩教神學 有一天在街頭的上面 他被一些回教的激進分子 俘虜了 於是他在黎巴嫩的監牢 有16個月的時間 每一天都是單獨在監牢裏面 面對周圍的漆黑 他在這裡唱歌 他唱回以前所記得的詩歌 他很喜歡的一首詩歌 就是千古寶藏 先生寶藏 姫寶藏 是人尖牌其波 姫寶藏 是人御所得於乎乎 是人永遠能恆 我想保罗和西拉都会唱这样的类型的歌 这首诗歌是叫我们能够坚定 叫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提醒我们要坚定 我们的心志要坚定 有一位牧师他遇上一位情绪很激动的病人 不过有一位弹奏树琴的朋友 在里面来到当中去弹奏这个树琴 一弹的时候这个情绪紧张的人立即是放松 音乐着实是有医治的力量 我的妈妈在她的人生的阶段的午夜 她现在的行动再不至于了 我看到她被困住的时候 我就会和她一起去背诵主祷文 和她一起唱一首的诗歌 这首诗歌就是《十家为我荣耀》 《十家为我荣耀》 荣耀 MYJ Fake те м 我立即是我的荣耀 我全觉得最羥叶 act 我切绝度谁先饥 dels 醉歌也受保惠 音乐确实是有医治和安定的力量 当我唱的时候,用潮州话唱的时候 它一定会跟我一起去唱这首歌 是的,音乐真的有医治和安定的力量 它是能够注造我们教会的灵性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在我们成心家的时候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在主日崇拜 我们仍然会一起唱赞美诗 因为赞美诗的歌曲能够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振作起来 赞美诗的歌词和音符表达了我们的信仰 就向我们保证给我们确据 当你们面临危难困厄的时候 神是与你同在的 赞美诗提醒我们一起要对神有信心 所以保罗和西拉在这个午夜在这个监牢困厄的当中 他们唱赞美诗 他们是去抵御绝望 并且叫其他的囚犯 能够在黑暗当中见到个真光,见到个盼望 接着圣经讲,就是说 路家那时候,在歌声当中 在个地震,好像有地震发生 监牢有这个地震 监牢的地基都遥动 监门立即打开了 众囚犯的锁链都解开了 很有趣的就是这帮的囚犯 他们没有去逃脱 他们仍然留在这个监牢的当中 在这段时间,我们好像听见路家在那样说 他说,教会的歌声和祈祷 是会带来了地震 教会的歌声和祈祷 是解开了囚犯的锁链 人可以在当中得到神的恩典和联盟 这个狱警醒了之后 见到监门完全打开了 就以为那些囚犯已经走了 所以拔刀要自杀 保罗就大声这么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狱警拿着灯 于是就冲到他 在保罗的世纳面前战战兢兢的苦福 然后他们就领 他们两位到外边 就说 两位先生 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 他想知道他必须要做什么才得救 但其实在世上他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的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一切的事情 所以保罗和西拉就这么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你只要相信 信靠主耶稣 就是得救的条件 在当晚 这个狱警和全家都听保罗讲到 立即受证 并且就是跟着就带领保罗西拉 去到自己家一起的用饭 狱警和全家人都因为信了神 而满心欢喜 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5章13节所讲到的祝福 源自盼望的神 因你们的信 把各样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在我们刚才所看整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见保罗和西拉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建立教会 他们本身都在困厄的当中 但他们继续建立教会 是回应人的需要 他们是为自己 为那些囚犯 向神祈祷和唱祷告诗 并且在监牢里面传福音 保罗和西拉就和狱警一同的用饭 然后为他们施证 这些都是教会的主要的样貌 主要的礼仪 是关乎救恩的新的生活 所以教会是能够展示祈祷 和唱歌的力量的 是能够叫人得到医治 救恩自由和盼望 在1971年作曲家布雷尔斯 在伦敦就在录制 录影的时候 他就录了一个男人的歌声 但是没有收入在电影里面 这名的男子在伦敦的街头 露宿很多年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困厄里面 不过他唱一首的赞美诗 以下是当时的现场录音 大三听 是一首的赞美语 耶稣的血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他是如此爱我 这首的赞美诗支撑着他的生命 我们可以想象 但假如你和我要露宿街头的时候 是何等的困苦 何等的可怜 何等的孤单 你是坏迷 这首歌就支持他继续生活 有一天布雷尔斯就在他的录音室那里 然后即兴为这片段就做了简单的伴奏 又制作了一个圣诞 然后他离开录音室去喝杯咖啡 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同事朋友都听着这段的录音 有些人坐在那里 有些人在那里听着走着 有些人在那里哭 他看见原来这首的歌 这个男人的歌声 这个歌声是有灵性 所以他为这个歌声配了管弦乐的伴奏 如果你看YouTube的时候 你看到就是那些开始伴奏的人 一听到他这个男人的歌声的时候 都大家被这个歌声去涉服 这首歌声是有灵性的相优的伴奏 Yay never found me yet Yay blood never found me yet This one thing I know Full me down to the soul 四十年來這首的詐美詩觸動很多人的心靈 是的,神的音樂是禮物,是神給我們的禮物 神聖的音樂是能夠有醫治的力量,有釋放的力量 能夠帶來光明打破障礙,撫慰悲傷,滋養快樂 在午夜,在你們的午夜,你們有沒有唱歌呢? 有沒有祈禱呢?在你們的午夜,你們唱什麼歌呢? 當你朋友在午夜,你的鄰居在午夜,你會唱什麼歌,分享什麼的詩歌? 在十二月二十三號至二十四號的晚上八點,城鎮的師班,包括你們,一起去唱靈歌 我們一同會唱平安夜,聖善夜靈歌,你們會不會口唱心和 一起去祈禱,一起去唱歌? 聖善夜靈歌,聖善夜靈歌,是一個由聖樂和聖師所回聚而成的教會 裡面的人是常常的討告,你們常常喜歡討告,喜歡唱歌 你們建立一個有自由,有希望的教會 聖善夜靈歌,是一間被聖靈充滿的教會 是一間,人一見到城鎮家就知道,這間教會是一間祈禱和唱靈歌的教會 是很喜歡為那些在午夜的人去唱靈歌的教會 聖善夜靈歌,心願你們在一個沒有真正自由的世界當中 你們會在當中唱真正得自由的靈歌 你們會去到醫院的病床旁邊去唱歌 你們要為那些被困住沒有需要的人去唱歌 但當你的午夜來到的時候,你不會成為懦夫 你繼續在當中去祈禱,繼續去唱歌 在午夜,我們一起保持信心 我們一起向神祈禱和唱歌 我們彼此支持,一起去站穩我們說,我們永遠不會離開這位至善的真神 當你們這樣做的時候,你們的見證就會吸引周圍的人 幫助他們認識耶穌基督,又讓你更加認識耶穌基督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改變你自己,改變其他的人,改變這個世界 阿門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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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